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炳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位於京都市的貴船神社 雖然沒有最古老或最豪華的神社建築 但跟自然的融合 創造出市區無法複製的美感 還可以試試看大正時期就有的百年穿船文化 絕對是最棒的日本歷史風情體驗 貴船神社跟穿船 位於京都市的東北部分 從京都車站乘坐交通工具 大概需要一個小時 這裡春夏秋冬都有各自的美好 包伯拜訪的時候是綠意盎然的夏天 建議早上十點左右來到這裡 到吃完中餐後離開 我們第一站是貴船神社 這裡所祭拜的Takaoka Minokami 在日本一千多年的古史、古紀事 以及日本書記都有出現過 是日本神話裡的水神 帶給眾生賴以生存的寶貴水源 雖然沒有歷史記載 貴船神社是在哪一年建議完成的 但大致是在1300年前的天舞天皇時期 這個神社總共分成三個部分 本宮有知名打卡景點、美美的階梯 爬完階梯之後可以看到這個神社 也是會馬的發翔之地 另外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有趣的水占譜 抽完籤後 把籤紋紙泡在水中 紋字邊緣慢慢跑出來 看不同日文的話也可以掃QR碼看翻譯 結射是求因緣的聖地 像鮑勃這種單身狗應該多停留一下 奧宮就是貴船神社的創建之處 奧宮就是貴船神社的創建之處 被森林環繞 環境非常優美 逛完神社之後 在吃飯之前 可以來杯飲料休息一下 我們來到裝潢時尚的冰味Cafe 在這裡點個抹茶牛奶 跟日本甜點Monaka吧 我們就在貴船的穿床上 吃個中餐 這裡周遭大概有二十幾家餐廳 提供穿床料理的服務 簡單來說就在河的上方放置個平台 然後就在平台上用餐 跟鴨穿夏天的納涼床概念差不多 但是貴船的穿床 離合更接近 我們這次挑選的貴尼亞 位於貴船料亭街最前方的位置 距離其他餐廳都有一點距離 比較不會有前後都是餐廳人幾人的感覺 料理的部分是用當地的魚以及山菜 所做出來的金會席料理 從前菜、湯、主菜到甜點都非常的豐富 不同的價位也有不同的菜色 大家可以查查官網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